結果我們經過統計 我們上星期叫大家去課金 這麼多人,我這麼想下力了 有多少個? 300個不夠 200多個 也是不錯的,我們也不要經常說錢 當300個 有時候有些朋友說不懂得用 有些朋友說怕國安法底下 被人看見你曾經給過錢 課金不太好,會有這樣想的 在做第二節之前,我有一個呼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存散銀的習慣 散銀的意思是不要給豪指 一元兩元,五元十元 你有沒有存這些散銀的? 沒有 我以前 有很多散銀 為什麼呢? 因為自從換了八達通之後 每一天的散銀 我都不會再 代出去的 每天找完散銀回來 我不會再代出去使用的 所以 通常一年半載,我就會做一兩萬元散銀的 就是一元一元那些 然後就要拿去唱 唱會很辛苦,很重的 又要 然後還要什麼? 還要被人收 charge 大家不要以為只是給銀 入銀行要收 charge 你嘗試拿幾十萬 cash 其實他都會收你 charge 現在 所以就是 我就沒有做很久沒有散市 但是現在 本頻道是極缺散市的 為什麼呢? 我沒有空去訂的 因為要去銀行訂 訂完你要去拿的 你現在不是說 就這樣去銀行 我告訴他 很簡單 我想搶兩包五元給我 沒有的 沒有這件事的 他未必有貨的 你要訂的 所以我呼籲上來的朋友 如果 你有散市 就是銀仔 又或者 你也在有惆脹 我知道有些朋友會有銀仔 又不知道怎樣 拿去唱個麻辣飯 拿來拿來 OK? 我幫你換回 好了,我們講講這則新聞 這則新聞有兩件事